更新一期视频 今天头条上面看到 咖啡店 很像是说很多咖啡店在缩小规模 谈到咖啡有没有人喝我不知道 我自己过去又喝 喝得有点上瘾 后来慢慢的也就戒掉 咖啡的生意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不好做了不好说 但是跟之前一样的 有人说专修建材的生意 但随着竞争激烈也越来越不好做 但是就在去年开始 我的一个学生 他进入了专修建材材料的销售的行业 他销售国内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端的实物地方 有两个品牌 有两个大品牌都是他销售 他刚刚进去第二年 他一个人一年的销售业绩就超过了300万 当然不可否认 我确确实实有教了他一套真本力 但是话说回头 传统行业的销售工作 是需要人扎扎实实去做的 你怎么去引导你自己的客人了解你的产品 如果你做错了一步 可能你就白辛苦了 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做 不管竞争再激烈 行业再怎么样 你都会是这个行业当中的领先者 所以要学会真正销售的功夫 大家如果想真正创业或者从事销售工作 一定要学会销售的真功夫 行业